Hello,大家好,我是猫吉 然后这些是我买的一些垃圾包的材料和一些橙筋的材料 材料是在橙子家买的 然后他们家就是也卖垃圾包,也卖橙筋材料 垃圾包的话就有可能会开出一些 也可以开出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然后其实今天呢,重点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整理垃圾包,用垃圾包做东西的一些思路和技巧 这种一整把的塑料花可能单个不好看 一整把也不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太杂 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它的颜色搭配栽选出来 一般有什么小清新一脸的配色啊 就是说你的颜色差距不要那么大 并且整体都是由浅色组成的 这种花除了一层层一朵朵贴以外 还可以叠加的方式来做它 有的花虽然单看不好看 但是没关系,它可以衬托其他颜色 然后变成挺有风格的配色 然后配色方面主要有这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个呢就是深浅的搭配 还有一个呢就是冷暖的搭配 形状方面呢还有大小的搭配 尽量让它有多变性,这样的话才更生动 然后抵托的话可以用花片 这个是我从垃圾包店员开的花片 也可以直接用买了的夹子 垃圾包和成精材料都是一些好坏参差不齐的物品 可以自己做一些处理 然后这里我还用到了开出的珍珠和圆头针 花蕊的话可以用水钻 也可以用其他一切你能够想到的带有装饰性的物品 然后这里我是用了珍珠配上大头针来做花蕊 我特别喜欢这个搭配,所以我两个夹子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直接放花上去会显得很平 所以这里我事先用了一点花瓣来给它打个底 在下面支撑一下 没有特定的目标的时候也可以在垃圾包里面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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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之后 没有特定的目标的时候也可以在垃圾包里面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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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之后 我们把它中心然后去构思它 对于一些看起来很劣质的就是不好看的材料的话 也可以人为的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一般来说最方便的就是给它刷上亮晶晶的东西 这里为了做出花的深浅的层次感 所以我用了两种颜色的指甲油 涂上去还是蛮好看的 这下油干了之后我们把它剥下来 这里猫眼石的话 主要我是想 既然有花那么应该会有叶 所以我这里用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绿色猫眼石 作为它的一个叶子 深色的花我把它放在下面 浅色的花把它放在上面 但是也要注意的是要交错开来 最后根据它的形状 我觉得作为一个粘子比较好看 但是后面又丑丑的 所以我就又贴了个猫眼 然后用另外一个花片去遮挡一下它 看360度无死角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投币 关注 我是猫鸡 咱们下期再见